奥运赛场上发生一起惊天大力转的案子 这个比赛真的是非常的惊心动魄 这个故事的主角叫胜利军 他举重一开始是落后7公斤 最后就凭着加了这么7公斤的一下反转 拿到了冠军奥运会的冠军 在回到他的身世的时候更让人唏嘘 这位世界冠军是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 湖南异阳的安华县 这么一个非常因病至穷的这么一个家庭 因为父亲得了脑癌 叔叔也重病 然后奶奶也有重病 这个家里面真正能够干活的只有不识字的妈妈 那妈妈一天也就能够挣着几十块钱 不得不在长沙打三分钟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这样的一个孩子呢 出生呢 天赋非常好 所以曾经一度中断这个举重的事情要去给家里面紧困 幸好有好的教练把他拦住了 所以这个故事真的很让人觉得 哎呀 真的心酸心痛 当然这个讲这个故事的教练呢 也说希望社会各界呢 都关注一下这个举重这个项目 牛奶啊 这个奶粉啊 这些营养品的广告呢 多砸向这个项目来 其实没必要 红星尔克 我觉得红星尔克就可以来帮你 让这个胜利军做红星尔克的代言人完全足够 他的身材其实看着是非常的健美的 穿上这个红星尔克的衣服 一定能够踩上他的球鞋 一定能让这个品牌以身灰 也能够让大家对这个穷苦出身的运动员高看一等 所以我们也希望中国奥运健儿当中呢 多出一些这样的穷苦出身的孩子 毕竟在全球也有类似的一些案子 包括像齐英啊 齐英成为冠军啊 还有都有很多 这些都是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东西 更符合这个奥运的新精神 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